席 王军气度非凡 掏略万千 才能够设计出如此复杂 又非常宏大的机关 可惜啊 关键的部位啊 始终是建造不成 本王倒要放弃了 还好遇见了你 论机关的建造天赋啊 光从短刀图上看 你在本王之上 惭愧 短刀图 其实也并非小九设计出来的 也有借鉴他人的想法 倒是王军 王军可是凭一己之力 设计出这些机关呢 那是 本王从小 就爱钻研这些东西 可是 所有王子们小时候 不是应该去钻研治国之策吗 为何王军喜欢钻研机关呢 年幼的时候 父王很少管我 我就有大把闲下的时间 来学习这些博杂的东西 譬如 弹琴啊 饮茶啊 包括这些机关 可是王军不是储君吗 为何贤王会不管你啊 恕小九多嘴 问了不该问的 望王军恕嘴 本王愿意对你说 本王刚出生的时候 母后就先去了 父王也很少来看我 我一直以为她是忙于朝政 可是后来才发现 不是这样 父王应该是太思念母后 怕见到我 再勾起她的丧气之痛吧 原来如此 王军出生于帝王之家 童年级还如此不易 王军也有这么可怜的一面 我真想上去抱一抱的 其实 本王年少的时候 特别埋怨父王 但近来 倒有些理解她了 为何 遇到你之前 本王很难理解 父王对母后的爱 一个人如何能对另一个人 有如此深的爱意 遇到你之后 本王终于懂了 小殿下在画什么呀 机关图 近日王军经常带我去王陵 让我帮他设计机关 那你们俩岂不是有 很多独处的时间 那当然了 陈玉元军好像教了你 如何帮帝君历劫的方法 可有效果呀 你还说吗 上次赏约的时候 我就试着聊波了一回 你猜怎么着 差点就要招架不住了 然后 我幸好灵机一动 就把他灌醉了 我怎么会相信 陈玉能有好方法呢 你知道吗 他每回深情款款地看着我 然后 对我说那些甜蜜的话 做着甜蜜的举动 我都感觉我真的要招架不住了 每回我这心里都是 又懊恼又纠结 又期待又害怕 每天我都活在水深活着之中 哭了小殿下了 不过 这么说来 帝君的情节 也算是历了一大半了 什么意思啊 你要让帝君 历尽三情进断之苦 他已对你完全动情 如今就剩下一件事了 利用他的爱 反伤他的心 让他眼睁睁地看着你与他人 比翼双飞 心生恨你 这情节也就算是历完了 这哪是他历劫 这就是我历劫啊 这么说来也是 不过没有别的法子 小殿下 你要下了这狠心 别忘了 帝君若渡劫不成 他的修为就无法恢复 这四海八荒 就会遭遇更大的劫难